上次張丹峰出了鑊綠村沒多久 又再跑回頭 整個全身血跡,戰馬受傷 他說是京都三大高手帶著大隊冠軍開過來 勸人們快點走 但是整班綠臨好漢就沒人肯相信他 鎮三界不道凡的心就想了 張丹峰的獅子馬快如閃電 居然被人射中了 想到就算不是三大高手來 都是些非常人物 張丹峰的說話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想到這事 不道凡就走過獅子馬那邊 用口就扮了幾聲馬叫 咦!咦! 那隻獅子馬非常有靈性 好像就知道這個人走過來 並想見到他 四題乖一乖一乖, 然後便不再跳躍了 木軍走過馬邊 eron歉摸摸摸摸摸馬頸 右手一伸 斬眼功夫 就帮那只马 拔了两支箭出来 跟着就敷了金仓药上去 那只马当堂就很舒服 发下发那条马尾 就不再乱咬乱踢了 不到凡医好那只马 就拉着马 到张丹峰里说 张世泽 你先走 周三文就大吓一惊 哎呀 不老前辈你这样放苦归山 必有后患的哦 你要想清想错才好啊 不到凡摆下手 意思就叫他不用说了 周三文南寨主 白庄主地个个嘟嘴 生气爆爆地走到一边了 张丹峰对不到凡抱拳行礼说 素代交情 义可贵 相知一面更难能 不老前辈 你还是要快点走为妙啊 不得凡就说了 哎呀我整家大小还要收拾一下 你先走 说完 他就向一帮绿林好汉说了 各位年轻 张丹峰的事 你们不用再管了 现在稳定起见 大家还是尽快回去吧 整帮绿林好汉 今天亲眼见到这么多事 听了这么多事 各有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认为张丹峰没什么啊 个人都挺豪爽啊 有些还认为他很可疑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既然不老前辈叫大家不要理了 于是就轻轻轻轻走了大班人 走剩南寨主 白庄主 周山文 云雷 石翠讽 朝音和尚 还有十个八个不识的人 周山文心身不分 还想说服北道凡 不要让张丹峰走 这阵时忽然听见村外边人叫马西 沙尘滚滚 无奈还听见响战飞来飞去 接着听见人叫 杀啊 不准放走一个责人 杀啊 喊杀声震荡山谷 北道凡就皱纸眉头 拎了几下头 接着就小声吩咐自己管家几句 至于我管家就急急走入屋了 接着他又对周山文地说 哎 先头叫你们走 你们又不信 现在走就要拿命拼了 好了好了 等着大家见机行事 互相照应一下 我走前点跟他们周旋一下 北道凡说完就急急走到村口那头 但是走了没几多步远 只见村口有三条人影的 咋咋声跑过来 他们后边的山谷里 还有大队人 像潮水般涌过来 那三条人影一会儿就跑到北道凡面前 只见他们都是穿着宫廷武士的装束 带头那个就劍微虎目不露自威 他就是敢依卫的总教头张丰府 家传五虎断门都发天下无伤 站在他左边那个就面如镬底胡苏勒特 他是遇前示威范钟 右边一个就面如菜式 双眼突出 他是大内高手冠总 范钟和北道凡十几年前 在江湖上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 他就开声说先了 贝爷啊 我们都是被人上差下险的 你老人家不要见怪啊 现在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我们不会难为你的 嘿嘿 北道凡就冷笑了两声 敢依为总教头张丰府就说了 范钟 你这件话法呢 大名鼎鼎的镇三界 断不会束手就擒的 自己就不如老实 贝爷 今天的事你说要打 那我就奉陪到底 如果你斗得赢我的五虎断门刀法 我保保放你走 至于在场的陆林英雄 正是相逞不如偶遇 说不定的就一起动手就行 如果不是陆林朋友 那就请快点走开 他打横眼一掃 忽然拿刀就指着张丹峰话了 咦 这位书生是哪条路的好汉啊 张丹峰就说了 哈哈 你是捉人的教头 我是捉鬼的进士 哦 那就是说我们有得交了 那三大高手的冠仲呢 先头是他射伤张丹峰的白马 他就说了 哈哈哈哈 原来你的师生还在啊 你死了你死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投 咦 说完蛮弓搭箭 咦 一箭就射出去 张丹峰见箭矢流声 不敢拿手接 伤人一闪避开了 那些箭还很厉害 一路就射到潮阴和尚那里 潮阴和尚 我猜 拿蜡掌一撥撥抖了 蛤 来而不忘非礼也 三文言侄 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照冲出去咯 御前侍卫范中的武器相除 去去去 兜头兜头就扔到潮阴和尚那里 咆哒的声 潮阴和尚那条蜡掌被他扔到线在一边 那范中自己的手呢 这范中在皇宫里头号称大力士 和潮阴和尚一卖家 才知道是其逢敌手的张玉良才 这头的北道范也首提杭龙棒 对张丰府说了 张教头这么看得起我 我想不打都要打了 张丰府就说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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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啊 我们一于照江湖规矩 打不打独斗 你打得赢我 我保保没人敢再难你的 嘿嘿 他好大口气啊 好像实在打得赢北道范那样的 北道范就被他击得有点火火的了 一棒就掃过去 张丰府反手就横一刀 刀棒双胶 哐一声 登登登登登登 各人刀吞了三几步 北道范就说了 好耶啊 张教头 不愧是京师第一高手啊 说完他手腕反转 杭龙棒呼声又扮过去 张丰府刀尖对着木棒 行行一噴 吱声 整个人借力飞起身 刀光一闪 空中打横就刷他北道范的颈道啊 这一招又快又狠 北道范啊临危不暖 突然使出铁板桥功夫 左脚撑地 右脚低高 头向后往 看着张丰府的刀 哒声 运自己面门拆过 跟着他右脚一跳 一个鲤鱼打挺 翻身一脚 差点踢了张丰府的刀 张丰府就说了 哇 镇三界 讲完名不虚传啊 他换了招式 一个连环三刀 逼得不到范 就慢慢吞后 他们两个的功夫 其实都是半斤八两 不过张丰府胜在连壮力强 那把刀有如神龙探爪 非英展翅 着着都是进攻的招数 不到范 逼得转弓为首 就使出潜龙护堡盘船十八打的棒法 守紧门户 不过一路这样打下去 都是他牙烟一点的了 现在呢 这头张丰丰对着大内高手观众 那头潮音和尚云雷 就对御前侍卫范中 其余的人就成了混战的局面 打打下云雷和潮音和尚就打退了范中 带着周山民地一帮人急急突出重围 张丹丰见到云雷就快脱到险了 心中欢喜 振作精神 两剑逼开范中先 跟着就说了 不老前辈 扯啦 怎知不道范 应都不应声 一尾挂着和张丰虎打 张丹丰就皱一下眉头 再望下云雷那边 正应云雷一马当先 左边有潮音和尚 右边有石翠凤周山民 南寨主地一帮陆林好汉就跟着美后 看白就快突出重围了 张丹丰心想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 于是他又大声喊了 不老前辈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有柴燒 我们一起扯啦 但是不道范好像借了龙耳鎮的耳一样 没有到反应 张丹丰就突然醒起了 是的 不道范和张丰虎临动手之前 被张丰虎吵过 如果说斗不赢他的五虎断门刀法 就不让走 如果现在就这样走 即是怕死复书 故此现在他虽然处在下风 但还是依照江湖上单打独斗的规矩 不肯认输 那就一死荒忧 张丹丰这魂真是皱了眉头 想说想去帮他的 又说他不喜欢 即是无计可施的时候 忽然听起了一把小孩声说 放我落地 放我落地 我要去帮爹 原来是不家的家丁和冠军混战 不道范的独生仔 被家丁揹着 他吵着要落地 张丹丰凌一动 一声飞起来 就杀到小孩那边 他长剑挥舞 云涌风翻 一般的敢依卫士又怎么挡得住他呢 只见他杀到入重围中间 一手抢了一个小孩过来 接着一捏嘴唇 那只赵夜狮子马本来被冠军围捕的 正在乱冲乱撞 一听见主人叫他 一声飞起来 一声飞起来 马头撞四个 马后脚就撞下四个 哇 哇 直接成一只撞死马 哪里有啊 鼎啊 被他一下子冲到张丹丰里 张丹丰举高小孩 放在马背上说 小孩 你自己坐稳一点 小孩虽然只有七八岁大 只也很胆 雙手握住马中毛 就任一只马走 张丹丰在马底下 就带一只马 杀到北道范那里说 北老前辈 你自己带回儿子 说了他长劫一挥 挡住北道范前面 就和张丰虎对打起来 北道范就无可奈何 杀退了几个想挺枪吉马的兵士 飞身上马 揽住自己的儿子 就突围而去 张丰虎这次来 是主要抓北道范的 他哪里张丹丰 刀锋急转 不和张丹丰糾纏 抢了一匹快马 就拼命他出北道范 张丹丰的心想 哼哼 我的保马虽然刚刚才衣好 但是量力也追不到他 张丰虎走了 又轮到那个御前示威 范中带头弓过来了 他对除有八十斤重 没得风车阔阔声响 又加上有一帮敢依慰围攻 张丹丰一时就脱不了身 再说云雷朝阴和尚地 他们几个已经突出重围了 云雷偶然轮转头望下 咦 一眼立见张丹丰孤身陷入重围 他心一慌走了阿神 就当堂被大内高手贯重 一箭射中一马 那马痛啊 一刺身 连云雷都刺了落地 追逝美后的敢依慰士 他就陷陷涌上来 刀斩枪吉 就想拿他命 范云雷丹掌压地 嘶声就转了一圈 劍光闪过的地方 好像平地涌起一圈银红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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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把宝剪削断了五支枪四把刀 嚇得那些敢依慰士 眼睛都砸了 这阵时大内高手贯重 就拿着一条三支远边 嘶嘶声赶到 啪一鞭就发过来 云雷一摔地下 整个人好像燕子那样飞起身 那条鞭在他身底下拆过 他在胸中伸长手又一剑 照样是强弓 观众就打斜走开两步 手腕一收 啪声 那条鞭又圈回转头 他们两个剑来边往 就对拆了几招 微分高低 但是可惜云雷就输失了气力差 三十招一个 气罗气喘就汗流夹背 观众看白这次自己实食无痴牙 笑到他见眼不见眼 攻势更加猛烈了 十几二十个敢依慰士忠的高手 也转转固围着云雷预防他逃走 那张丹锋在那头陷入了重围 他除了对付范中伤除之外 还要抠着其他那些兵士的襲击 一样是险障横生 抚战之中 忽然见到云雷跌了下马 他个人一瞎起身 突然转身一剑 逼开范中 左手拿着一个卫士的衣服 一声把他举起 张丹锋这一招用得相当牙烟 如果慢手跌跌 就保保给那围攻的卫士 堆穿十个八个洞 但是张丹锋时间力度 都用得刚刚好 就一举成功 说时迟那时快 范中本来就趁着他转身的时候 相除打横扫过去 哎呀 怎料张丹锋已经捉住那个卫士 大喝一声 你转身就拿那个卫士挡住自己 哎呀 哎呀 范中收除都收不及了 那张丹锋乘机左手揮剑 右手拿着个人质当挡箭牌 有一轮旋风急舞 杀出重围 范中死死追实不放 张丹锋突然间卡卡声笑 哈哈哈哈 范中你接住 说完礼手又抛了个人质给他 范中真是不听话都不行了 逼着又扔下伤权落地 伸手去接着个人质 那这阵时张丹锋就趁着这一下 又自冲入截着云雷的那个包围圈 那这阵时也是云雷最紧张的时刻 突然间见到张丹锋奋不顾身的杀进来 自己的心当同哒哒声跳 这个可憎可恨可喜可爱的仇人又来救自己了 你说应该当他是朋友还是当敌人呢 应不应该接受他的救助还是灵死不屈呢 云雷心大心小打不定主意 那一走神 大内高手观众急急一边发过来了 等到云雷惊醒的时候 那条边已经发到面前 突然间剑光一闪 有人在他耳边小小声说 云雷还不快点还手 云雷又随手一剑 只想一声 观众那条三折远边断开四绝 咦 观众先头和张丹锋打了很久 虽然一直处于下风 还未算输给他 这次想着和十多二十个卫士来夹攻对付他们两个人 一定是守到琴来 哎呀谁不知被他们双剑合璧 威力猛争 一招就鞭截人伤 吓得观众啊 面都青了 鸡的脚走都走不及了 张丹锋拖着云雷 两把剑随意左右出击 咦 真是没得顶啊 两把剑一夹起来 朝朝都是出人意料的怪招 眨眨眨眨 有十多二十个感依卫士 中剑身亡 哈 那个范中还不知死啊 手舞雙锤就哑哑声冲过来 观众就大声说 儿哥啊 你忍住啊 哎呀 他话声未完 张丹锋云雷雷 雙剑齐出 熟声 合成一个光环 范中当堂就没得挡 哎呀 都算他随机应变得快 连锤就扔开雙锤 趴落地下来滚地沙 等他拿滚地拿去整个卵 狗�리 我变成了个垃厉抬头 范中个阵经没得厉害 啦 一入手就说了 用马队充 撞死她们两个旅 那幾十個敢於衛士就趕快騎上馬 排成方隊 一起衝到張丹峰和雲雷到 糟了 幾十匹馬好像狂風暴雨般掃過來 張丹峰地武藝再高都擋不住 張丹峰就說 雲雷我們快點上山 講完他們施展輕功 蹬蹬聲跑去最近的那座山 那不到凡家裡的那座山 若不然又來路倒 張丹峰差不多跑到山腳的時候 已經被幾匹快馬追上 張丹峰突然一手捉起雲雷 出力就拋了他上山先 說時遲那時快 有一隻快馬已經撞到來了 張丹峰一刻印雙腳 啪聲跳起幾尺高 等那隻馬的碼頭跑過了 他一沉身 整個人坐下來 剛剛坐在馬背上 那先頭馬背上有個人 想不到他這樣坐下來 怕他手動腳震 被張丹峰一掌打了他下馬 那隻馬還照向前衝 一會兒就跑到山邊 張丹峰由馬背上一躍而起 拿著山邊一棵樹的樹鴉 像打鞦丑那樣順勢一撐 等他落地的時候 已經在山坡上了 天雲雷還站在半山腰子去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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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火 天色转暗,山上怪石伦殉,马队不敢冲山,只在山脚上吵山了。 张丹丰、云雷才敢吵一口大气,哎呀,打了半天,他们一停下手就觉得又饿又累, 谁知道天又不争气,还下雨。 张丹丰就说了,云雷,我们找地方避雨,吃点东西吧,谁知道云雷头恶恶不理人。 走了一阵,张丹丰就发现有个山洞,他不管云雷喜不喜欢,就先扯他进去避雨。 各位,他们暂时上山了,但山下哪有大队冠军把守? 他们用什么办法逃脱呢?明天再说了。